在这个离奇而扑朔迷离的故事中 结局发生了一场惊天大逆转 爷叔意外去世 而宝总在股市中血本无归 血亏两个一 阿四这位神秘人物突然出现 成为宝总的救星 爷叔无疑是一个大老级别的人物 他在股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 挺过了许多难关 他多次提醒宝总 警告他李李是一个会吃人的女人 但宝总却置若罔闻 在李李和强总的圈套下 宝总重仓投资服装市场 最终中了他们的算计 原来李李是A先生的情人 而宝总曾趁机从A先生的股票市场 赚走几百万 得罪了整个深圳帮 随着强木杰的回归 他的目标是为A先生复仇 引发了一场股市大战 宝总作为服饰公司的上市顾问 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 券商 而李李正好守卫一家券商公司 而强木杰作为债权发行商 绝不会让宝总轻松获胜 然而 宝总对这一切毫不怀疑 动拼膝奏盘下了两个亿的现金 最终全部输掉 身无分文 欠下一屁股外债 爷说在遗憾中离世 宝总陷入一片低谷 就在宝总一蹶不振的时候 阿斯出现了 他利用宝总当初送给他的地皮 帮助宝总渡过了难关 股市风头过去后 房地产市场崛起 最终宝总凭借阿斯的地皮 在房地产市场站稳了脚竿 逐渐走出低谷 实现了惊人的逆袭 这个结局充满曲折 每个角色都在命运的漩涡中挣扎 这段故事通过爷说的离世 宝总的崩溃和阿斯的帮助 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 都在养生的地区 就在养生的地区 越野党和阻域 一定会是一幅波澜的